各位学好 下面我们来讲授第二十二章 外币折算 我们先来看历年考勤概况 本章内容较少 结构比较清晰 考试分值一般来讲 不出大题的话 两分到四分左右 本章客观题主要考察日常的 外币业务的核算 也就是通常所讲的三个日的核算 那么再一个就是外币财务报表的 折算汇率选择 那么大题主要考的是期末 汇对损益和边报表 涉及到外边报表折算的问题 除此以外 还可以和借款费用结合 那么这张内容在2020年考试当中 和金融资产又结合在一起了 和金融资产结合应该结合过两次了 所以说我说兼容资产 要不然和所得税结合 要不然就和外币业务这张结合 好再来看近年考点之机 那么第一个是 外币交易发生时的处理 计算题单项选择 多项选择都出现过 那么在 20年19年17年出现过 那么17年涉及到金融资产 20年也涉及到金融资产 那么涉及到金融资产与外币业务结合 那么收到外币美元资本投入时 按照合同约定汇率 折算的人币 还要判断各项外币业务的快处理方法 正确不正确 好这是一个 所以三个日的合算 从我们助策师考试的角度来讲 应该说在机考以前 很少出题 很少出题 基本上都是一些小题 那么近几年看见了吗 近几年在这出题出的比较多 那么第二个内容呢 是外币货兵项目和非货兵项目 期末 期末调整或结算 单项选择 那么两颗心 那么涉及到内容就是 是年份啊 20年17年和12年 在很早以前 机考那一年是12年 来看一下 汇率变动导致汇对差额 结算日的快处理 那么结算日的快处理 这个内容在注册很少考 那么这个内容应该说 大家得汇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我们国家的快速制度 对于结算日的快处理 是没有规定的 那么现在规定了 再有计算外币货币项目 对营业利润产生的影响金额 那么这个影响的金额要注意 是对什么 对营业利润 这个营业利润 既包括财务费用 也包括其他的 比如说投资收益 比如说自然减损失等等 都可以 好 再来看外币报表折策 这是三颗心了 那么这三颗心 在注快当中 这口最多的 所以从20年 看嘛 至12年都出现过 三颗心的 那么这块内容 每年都一定要考的 每年都一定考 那么考虾角度 选择按照某一 折算汇率 折算的项目 判断某一项目 这个选择 折算汇率是否正确 还有外边报表 值得差个的处理 那么这个内容 曾经出过大题 12年以前 曾经出过大题 那么大题的话 是和和平报表 结合在一起的 我记忆当中 在机考以前 外边报表 折算的这一部内容 应该说是在 大题中 综合的一种考两次 很早很早以前考过的 所以大家得注意一下 你看现在目前都是小题 好 再来看 本账2021年 考试内容 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动 好 现在我们先讲 第一个支点 记账本位币的确定 什么是记账本位币 所以记账本位币 是指企业经营所处的 主要经济环境中的货币 主要经济环境 通常是指主要产生或支出现金的经济环境 所以这个概念很好理解 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咱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去超市 去买菜去 去买一桶油 食用油 买一瓶矿泉水 咱们付的都是人民币 你哪怕有微信支付 也都是人民币 你给人美元 人不要 肯定不要 你打滴滴 你打滴滴是不是 也得给钱 给什么钱 给人币 也给人美元 人不一定要 是不是 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日常生活中 经营所处的主要经济环境中的货币 人币 再比如说 我们在国内买商品 销售商品 买商品 都是拿什么 人币结算 因为我们国家 我们国家 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 人币环境 所以这一点 那么从日常生活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再来看 主要经济环境 通常是指主要产生 产生的或支出的现金的环境 产生和支出的 我销售商品 收到现金是什么 人民币 我购买材料支出的什么 人民币 都是指的是这个环境 好 第一个问题 企业记账本位币的确定 这个是指的是 本企业记账本位币 如何确定 那么企业通常应该选择 人民币 作为记账本位币 这是谁规定的 会计法和快计准则 都规定的 那么业务收支 以人民币以外的 货币为主的企业 你可以按规定 选择其中一种货币 作为记账本位币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在编报的时候 必须要折成人币 这是会计法规定的 好 所以这个内容要注意啊 业务收支以人民币 以外的货币 比如说 我以美元为主的这个企业 比如所有的商品 从国外购进 然后呢 然后我在国内加工以后 再全部销往到国外 那么这种情况下 不在国内购 也不在国内销 好 那我的记账本位币 可以什么 可以是选择的是美元 也没问题 但是你编报的时候 你必须要折成人民币 因为你必定中国企业 好 那么影响的因素啊 就这个内容 影响的因素 选择题 我们筑块考过 确定本企 记账本币 考虑哪些因素呢 就是下面的三个因素 第一 收入因素 这个收入是指 该货币 所影响商品和劳务的销售价格 这不是销售收入吗 通常以该货币 进行商品和劳务计价和解算 比如说 国内加工司 从事外贸企业 90%以上的销售收入 是以人民币 来进行计价和解算的 那么人民币 是主要影响 假公司 商品和劳务的价格的货币 那么这种情况下 是满足其中第一个因素 那么也就是说 我应该考虑人币作为计量本币 那么第二 同时还应该考虑支出因素 那么该货币 所影响商品和劳务 所需人工材料和其他费用 通常以该货币 进行上述费用的计价格结算 比如说 国内以公司为工业企业 所需的机设备厂房人工 以及原材料等 都是在国内采购的 国内采购肯定用人民币 进行计价和结算的 那么人民币 是主要影响 以公司商品和劳务 所需人工材料 和其他费用的货币 那么这就是满足第二个条件 收和支 那么我们在确定 本企业记账本位币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要同时考虑 收和支这个因素 不能说只考虑收 不考虑支不行 所以实物中 企业在选择记账本位币时 通常应该综合考虑 上面的两项因素 而不能只考虑其中一个因素 为什么呢 因为在实物中 往往是收支并存的 收和支并存的 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所有的 所有的销售商品 所有的商品都在国内销售 那么我用的是人币 计价和结算 那么第二 所有的材料都在国内来购买 工资费用 用人币支付等等 好了 收和支都是什么 都是人币 所以本企业的记账本位 就可以选择什么 人民币 所以一般来讲 收和支应该是并存的 再比如说我所有的原材料 我从国外进口 然后我在国内加工 加工完后 我在销往国外 不在国内销售 那么结算 计价结算 都是美元 好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收和支都是美元吧 我就可以选择美元 作为记账本币 这是可以的 好 快速反应 来看一下啊 国内A公司为外贸出口型企业 超过70%的营业收入 来自于向欧盟各国出口 以欧元计价 这是收啊 同时A公司所需材料 设备等70以上 还有人工成本 那么是以欧元 在欧盟市场采购的 那么这时候 A公司如何选择 其记账本位币呢 70%以上的收入 是欧元 支出也是欧元 那么我们应该选择什么 欧元作为其记账本位币 好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和第二个因素 那么有些情况下 要注意啊 收合支不一样的情况下 那么再考虑第三个因素 来看一下 融资活动所获得的资金 以及保存从经营活动中 收取款项所使用的货币 那么这里谈到两个事 一个融资 借钱借什么钱 借美元借人民币 那么第二保存从经营活动中 有销售商品 我收的钱 什么钱 那么如果说收合支不一样情况下 再考虑这两个因素 三中这两个因素 这么来看 在某些情况下 且根据收支情况 难以确定记账本位币的 需要在收支的基础上 结合两件事 一件事 融资活动 获得资金 这是第一件事 那么第二件事 保存从基因活动中 收取款项所使用的货币 那么最终来确定 本企的记账本币 到底选择什么 下面快速反应 你们来看看 A公司原材料 还有相同的厂房 机设备 人工 70%是在国内采购 并且用人民币计价 支出有了 70%的营业收入来自一项欧盟各国出口 用欧元计价 收支不一样了 对吧 那么A公司既让本币怎么办呢 选择欧元还选择人民币呢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结合第三项因素了 假定说 如果A公司取得的欧元的营收 在汇回国内时 直接兑换成人民币了 那么也就是说 被结汇了 直接结汇了 结汇公司对欧元的波动 产生的外汇风险 那么套期保值了 就套期快充的 那么从第三个因素中的这一句话 从保存从经营活动中 收取款项所使用的货币 这个角度来看 你最终收的是什么 人民币 你支出人民币 收取的是欧元 但是给换成了人民币了 那么我们既让本币 应该选择什么 人民币 好 再来看 快转应 A公司为国内一家 婴儿配方奶粉加工企 其原料奶来自澳大利亚 加工技术机设备 还有主要技术人员 都是澳方提供的 说明支出 支出是澳元 而生产的婴儿配方奶粉 都在国内销售 那么国内销售用人民币计价 收合之又不一样了 那么记账本币要怎么确定 那么还是需要考虑第三个因素 假定为了满足采购原料奶 澳元所需 A公司向澳大利亚某银行借款 借了十个亿的澳元 期限二十年 那么该借款是A公司当期流动资金 进了四倍 那么由于原材料采购 用澳元结算 且企业经营所需的营运资金 即 注意还是你第三个因素中的一个内容 即融资获得的资金也是澳元 那么从融资活动获得资金 这个角度来讲 那么该公司最终应该选择什么 澳元作为记账本位 因为你的支出 是澳元 那么收入当中的借款 这个也是澳元 因此最终选择澳元作为记账本币 好 那么我们本企的记账本币要注意是 收和之一样的话 不需要考虑第三个因素 如果收之不一样 一定要考虑第三个因素 第三个因素中又包括两个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这个单项选择题 其实在选择记账本位币时 下列各项中 应当考虑的主要因素是 纳税使用的货币 和我们有关吗 没关系 母公司记账本币 跟我也没关系 我说本钱记账本币 好 注册地使用的法定货币 跟他也没关系 那么主要影响商品的价格收入 以及生产商品所需人工材料 和其他货币 这支出或收支 这也得考虑 所以答案应该选择什么 D 答案选择D 那么这三件事不再念了 这三件事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企业境外经营记账本位币确定 那么第一个 讲的是本企业记账本位币确定 那么第二个呢 讲的是境外经营记账本位币确定 那么第一个 什么是境外经营 境外经营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那么第一是 企业在境外的子公司 合营企业联营企业分支机构 第一我们俩什么关系 看好了我们俩什么关系吧 什么关系 四个关系 五子公司 合营企业联营企业或分支机构 那么第二 当企业在境内的子公司 联营企业 合营企业和分支机构 选定的记账本位币 和本企的记账本位币不同的时候 也视为境外经营 也视为境外经营 所以记住两件事 两件事 所以确定境外经营的时候 不仅仅是以地理位置 是否在境内境外为判断标准 和他没关系 所以我在讲到这个问题 说了很多很多次了 还有些学生对这个问题理解不透彻 我们在讲职工薪酬还记得吗 职工薪酬中的职工 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讲的职工 那么境外经营这个境外 境外经营这个境外 也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讲那个境外 是我们会计准则中所讲境外 这一点一定要那么清楚 好 那么第二个境外经营记账本位币的确定 那么写选择境外经营记账本位币时 除考虑刚才两个因素外 还要考虑下面这四个因素 所以首先我们得先看境外经营 我们刚才讲了两件事 这两件事完事以后 确定他是境外经营了 那么再来看 再来看他的记账本币选了什么 好 下面我来看一下 第一 境外经营对其所从事的活动 是否很强的自主性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这个企业 我这个企业是在北京注册的 北京注册的 好 然后我为了打开美国市场 我决定在美国市场开设一个分支机构 听到了吗 分支机构 干什么呢 专门从北京进货 然后在美国市场上销售 就这么一个简单事情 就这么一个简单事情 好 那么第一件事 境外经营对其所从事的活动 我在美国那家分支机构 它是否很强的自主性啊 没有 它没有自主性 它只能从我北京进货 然后在美国市场上销售 它不能从别人进货 那是我的公司 你知道吗 它不能从别人进货 所以它没有很强自主性 它也干不了别的 这是第一 第二 境外经营活动中 与企业的交易 是否在境外经营活动中 占有较大比重 百分之百 都是从我的进货 然后呢 在美国市场销售 对吧 所以占的比重是百分之百的比重 从别人呢 一分钱的货 都不能进 那么第三 境外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 是否可以直接影响 我的企业的现金流 是否可以随时汇回 那么好了 我要求在美国这分支机构 销售商品 取得美元收入一分钱 都不能通通汇到北京的 我的开户旁上 那么可以随时汇回 那么当然会影响 我的现金流了 那么第四 境外经营活动中 产生的现金流 是否足以偿还其现有的 或预期的债务 我要不给他钱 那么他在美国 他在美国 房租 水电费 还有工资都支付不了 我得给他钱 综上所述 我在美国这家分支机构 他的记账本币 应该选择什么 选择人民币 你别看他在美国 那么他的记账本币 应该选择人民币 而不是美元 所以这里头涉及到 再往前看 第一个叫境外经营 记住我们俩什么关系 我们俩什么关系 什么 什么母子公司联营合影企业 分支机构 那么第二个 第二个内容 只要他的记账本币 和我的记账本位币 不一样的话 还叫境外经营 那么境外经营 如何确定记账本币 那么四个因素 这四个因素 搞懂就可以了 所以这四个因素 决定了 我在美国这家分支机构 他的记账本币 只能选择人民币 所以他部署于我的境外经营 不要认为他在美国 叫境外经营 不是 因为没有报表折算 我们确定境外经营的目的 干什么 我们说了没人干嘛 是为了报表折算 是为了报表折算 知道吗 仅仅就是为了报表折算 没有别的意思 下面我们来看快速反应 国内币公司以人民币 作为记账本币 那么该公司在欧盟 设立一间子公司 A公司 我们俩什么关系啊 母子公司 A公司在欧洲的经营活动 拥有完全的自主性 自主决定其经营政策销售方式 进货来源等 B公司与A公司除了投资与被投资关系外 基本上没有发生业务往来 A公司的产品主要在欧洲市场上销售 一切费用开支 均由A公司在当地自行解决 那么A公司如何确定其记账本币呢 他的记账本币是什么 我的记账本币是人民币 他的记账本币呢 来看一下 那么由于他 A公司主要的收支的现金的环境是在欧洲 且A公司对其经营活动拥有完全自主性 B公司和A公司之间 除了投资以外 没有其他业务往来 说明他不会影响我的现金流 不会影响我现金流 所以B公司与A公司之间 除了投资与被投资关系 没有业务往来 没有其他业务 如果有其他业务的话 从我的记货就有什么 涉及到资金往来 不会影响我的这个现金流 好 因此A公司应该选择欧元作为记账本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他是我的境外基因吗 是 我们俩什么关系 那么第一是什么 是母子公司 那么第二 他的记账本币和我的记账本位币不一样了 我的记账本位人币他是欧元 所以他属于我的境外基因 所以要报表折算 要经报表折算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一道单项选择题 A公司为境内上市公司 其记账本位币为人币 下流关A公司境外经营活动 在业务当中表述正确的是 注意我是A公司 我的记账本位币为人币 A与境外某公司合资在北京兴建假公司 假公司记账本位币为欧元 我们A公司参与假公司财务经营政策制定 境外公司控制这些政策制定 好 那么到这为止先说吧 我们俩什么关系啊 我们俩什么关系啊 我们在这仅仅就是一个什么 联营企业 联营企业 还不是合营联营企业 第一 我们俩什么关系得先说吧 刚才说联营吗 第二 记账本位币一样吗 我人币他欧元 是境外经营吗 是境外经营 不要看他以为在北京 我也在北京 他也在北京 那么就不属于境外经营 照样属于境外经营 因为设到报表折散 要设到报表折散 为什么要报表折散老师 干嘛折散报表 当然了 我对他长期股权走路 用权益法合赛啊 他实现了境务利润 那个境务利润我不折散人币吗 我折完人币以后 我才能借长头 二级科目水桃种 带头收益 所以有报表折散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要看好了 不要看地理位置 跟地理位置没有任何关系 B 由于近期欧洲市场销量增加的需要 A公司在德国设立 这间分支机构乙公司 乙公司所需资金都是我给的 其实任务就是从我这进货 然后在欧洲市场销售 那么销售款项还得汇到我A公司来 好 那么第一 后面先不看啊 第一 第一 我先问呢 我们俩什么关系 分支机构 第二 他的记账本币什么 人币 我也人币啊 我也人币啊 他人币 我也人币啊 所以我们俩的记账本币是一样的 他属于我的境外境吗 不属于啊 因此 你公司是A公司境外 错了 不是啊 为什么 因为他的记账本币 人币 我也是人币 作为记账本币 所以没有报表资料问题 不要看地的位置啊 不要看地的位置 所以 与境外 秉公司在秉公司所在地 合建一个工程项目 A公司提供技术资料 秉公司提供场地 提供设备和材料 该项目竣工以后 出售 出售以后 分成 巴尔分成 分完成以后 双方合作结束 那么秉公司记账本币为美元 好 除上面项目内容以外 没有其他关系 第一 我先问大家 第一 他的记账本币和我记账本位币一样吗 不一样 他美元 我人币 就第一个条件蛮多 第二 我们俩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啊 母子公司 不是核营不是 联营不是 啥都不是啊 经济是个合作关系 所以他不属于我们的境外经营 所以因此 秉试A公司境外经营 错 不是 不是 好 ABC都不是了 那么最后一个D 通过收购持有香港丁上市公司 发行在外 有表决权股份的80% 从而拥有该公司绝对控制权了 我们俩什么关系啊 母子公司 丁公司既让本位币为港币 我人币 所以他是我的境外经营 是的 是的 所以答案选择的是D 好 解析内容 自己来看 这是非常典型的一条题目 好 第三个问题 记账本位币的变更 是指本钱 其他记账本位币 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除非 与确定记账本位币相关的企业经营所处的主要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如果发生重大变化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变更记账本位币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企业原来啊 所有的原材料在美国进口 在美国进口 进口完后在国内生产 生产完后销售到国外 所有的记账本位币用的是美元 收合支都是美元 没毛病吗 没毛病 那么后来呢 那么中美贸易出问题了 经过谈判还是解决不了 贸易摩擦对吧 好了 在这种情况下 加征关税 那最后我也没办法了 我从美国进货进不来了 进不来了 那我怎么办呢 我干脆从国内进货吧 从国内进货 然后我在国内生产完后 我在国内销售了 所以也不从美国进口了 生产的商品也不再销往国外了 再加上疫情 再加上疫情啊 所以所有的材料国内采购 销售商品在国内销售 都人民币之家了 估计 那么这个事情啊 我估计 不会再改变了 不会再改变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就应该怎么着改变了 所以看好了 所以那么在这一看 企业经营所处的主要经济环境 变了吗 变了 所以将美元计账本币 就应该改成人币 作为计账本币 好 所以来看 那么企业因经营所处的 主要经济环境 发生重大变化 确需要变更计账本币的 应当采用变更当日的 G7汇率 将所有的项目 这个项目指报表项目啊 所有项目 折算为变更后的 计账本位币 那么折算后的金额 作为新的计账本位币 计量的历史成本 就可以了 所以说 所以说 所有的报表项目 自然发展表 利润表 当 那么都成一个什么 当日机器会 这个当日 比如说12月31号 可以吗 可以 那么那年考题 考的是3月1号 4月1号就行了 不是3月4月1号 那么给它折成了 是欧元 从英镑折算成欧元 有一年的考题啊 那么由于采用同一 G7汇率折算 不会产生会的差 为什么呢 所有的报表的 所有的项目 都成个常数 会有差吗 不会有差 好 接着来看 那么企业需要提供 确凿证据 证明企业 基因所处的 主要经济环境 确实发生 重大变化了 那么这时候 你才能去变更 你得披露一下 这些事 接着看 那么企业 既让本位币 发生变更的 那么按照变更 当日的G7汇率 将所有的项目 变更为 既让本币时 比较报表怎么办 比较报表 那比较财务报表 应当 以可比当日 可比当日 G7汇率 再说明 可比当日的 G7汇率 将所有的 资产负贷表项目 和利润表项目 也要给他什么 折成 变更后的 记账本币 一样 比如说 我们都是4月1号 假定都是4月1号 4月1号 那好了 那么 本期的 我们比较报表 上年的 也要用 可比当期 这不写的可比当期的 G汇率吗 好 这句话 小题卡过 上面这个内容 曾经考过什么题 曾经考过一道 我记当中是选择性题 是英镑 变更为 记账本币 变更为 欧元 好像是 有这么一条题目 很早以前来考题了 就考过的 名次 那么其他都是 其他的文字题了 好 再接着说 单项选择 下列各项 关于企业 变更记账本位币 快一处理 表述中 正确的 A 记账本位币 变更日 所有者权益项目 按照历史汇率 折算为 变更后的 记账本位 错 不是怎么说的 我们说的都是 用的是 变更当日 G期汇率 来进行折算的 所以A不对 B 记账本位币 变更日 资产负债表项目 中的资产负债项目 按照变更当日 G期汇率折算 这个没问题 折算为 变更后的 记账本位 按照变更当日 这可以 所以记账本位币 变更当期的 年初至变更日 的利润表 按照交易发生日 的没听说过 全是按照当日的 我说过 无论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还是什么 都是用当日的 机汇去折算 D 记账本位 变更当年年初 至变更日 现金流量表 就这个前面说法 就不对了 前面说法 不对 只能就是 B选项正确 所以再说一遍 所有的 报表中的 所有的项目 都应该采用 变更当日的 G期汇率 将所有的项目 折算为 变更后的 记账本位币 那么折算后的金额 直接作为 新的记账本位币的 历史成本 来进行计量 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讲的 第一个指点 第一个指点 一般来讲 考小题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